HELLO 大家好,我是檸檬 今天要講的是Execute 中文翻譯成執行 也就是很多執行檔後面的.exe 這個指令可以說是1.8之後蠻重要的指令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可以為指令加上執行條件 執行的這條指令其實像這樣子的 Execute 玩家 XYZ 指令 那這是這個指令最基本的形式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 Say Hi 申請成 Execute 小數A M等於1 然後再來是 XYZ 的連接號 然後再來是 Say Hi 所以意思就變成說Hi 變成了 如果有創造模式的人的話 那就說Hi 那除了增加執行條件之外 它還可以幫某些指令增加玩家目標 以及位置目標 那因為某些指令沒有玩家目標 有像 SetBlock 有像 TestForBlock 有像 Summon 等等 所以我們要做出 在一個基本版 XYZ 分數時的玩家腳下 生成一個石頭的話 這樣的話呢 單純用 SetBlock是沒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們就用Execute加上 SetBlock 變成這條指令 對 那這就是最後的指令 這正常對不對 那這就是增加玩家目標的例子 那除了增加玩家目標以及位置之外呢 你還可以用它增加偵測方塊的執行條件 那它就會變成 Execute 玩家 XYZ Detect XYZ 方塊ID WhoID 以及指令 好 那剛剛被課通的SayHi 又再可以被課通成 這條指令 對 這是由Execute以及Detect 還有SayHi 所組成的 那用中文講的就是 如果有創造模式的人 站在石頭上面的話 就會說Hi 對 那這些呢就是Execute的基礎教學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個喜歡或者訂閱我 那我是檸檬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